航空公司卖机票真的能赚钱吗 一架波音737系列客机光售价就得五六亿 而中短程的机票一般也就几百块钱 这么算的话就算一架飞机一天飞两次往返 全年无休费四年才能赚回本钱 而且这还不算燃油成本 人工成本和维修费 几价费等等等等 如果全部算上 航空公司还怎么挣钱呢 如果大家以为航空公司只靠卖票挣钱 那格局就太小 你知道为啥很多快递公司要自己买飞机 而不找航空公司吗 因为航空后运太贵了 大幅上涨 有些航线甚至涨到了110元每公斤的天价 哪怕把这个价格砍半 一架飞机最起码也能装个20吨的货物 这飞一次盈利就将近百万 比客机的利润那高多了 除了这些主要收入 一些附带的收入也不容小觑 比如大家都会忽略的一点 广告 中国飞机的小可爱都知道 飞机的内部广告也不少 从屏幕到座位再到饮料等等 都可以投放广告 很多品牌方为了获取飞机上的优质客户 对于航空广告那是丝毫不行的 而且这部分收益基本都是长期合作 哪怕飞机不是天天在飞 只要签了合作协议 航空公司在合同期内就一直能享受收益 其实广告还算比较透明的东西 航空公司最值钱的是他们的现金流 要知道航空公司买飞机 那基本都不会全款买 但收的机票钱和各种利润 那都是真金白银回到航空公司手里的 所以他们手里往往掌握了大笔的现金 而这些现金流在用各种资本运作和手段去投资 回报率高得吓人 跟资本的行业一样 本身赠不赠钱并不重要 在现在资本的时代收留现金流才是王道 更多科技故事 关注科技周周讲故事